贵州的这个路线 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这是无可置疑的 贵州的山水 尤其是贵州的这么多的少数民族 对台湾来讲都是很有吸引力 可是我觉得除了山水之外 贵州应该还有更多 那之前我没有太多的 接收到年轻人的这一块 那直到我要出来的时候 我儿子跟我说贵州 你要去贵州吗 我说是啊 他说你会去看到贵州Coby吗 我说请问他谁 我不知道 他说你会去村BA吗 我也不知道 结果我儿子给我看了短视频 我才知道原来年轻人都知道 那这一块我相信不是只有我儿子知道 台湾的很多年轻人都知道 那旅游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山水之外 再加入贵州新的东西进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具有吸引力的 因为它非常的明显 年轻人都喜欢运动 那NBA代表的又是时尚 那贵州可以跟时尚也连结在一起 我觉得不是更吸引人吗 两岸的人民的心啊 是没有办法用规定去规范它的 两岸的交流 长久以来是组不断的 所以我觉得困难是暂时的 只要我们不变 这个路我相信 是可以有迎接春天的那一天 这一天